注意看,被人刘翔居然在上场前用脚疯狂的猛踢墙面 这一幕是刘翔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场前的录像 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让疼痛的脚变麻木 从而失去知觉来缓解疼痛 只要能缓解短短的几分钟 让他完成家门口这场比赛就行 因为全国人民都盼望刘翔在家门口再次荣耀世界 刘翔为了不负众望,更是提前两年就加强训练 因此右脚跟腱的旧伤越来越严重 脚跟的盖化点更是宛如痘状大小 每跑一步都是钻心的痛 原本如此严重的伤,必须进行手术治疗 可刘翔担心手术后,短期无法康复 无缘参加家门口的奥运会 所以便选择保守治疗,强忍疼痛继续训练 谁料在比赛前期,刘翔的身体却发出了严重预警 恩师孙海平教练得知后,立马给他采取急救措施 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刘翔肩负的压力与使命太重 即使他在比赛前就清楚,自己的身体无法参赛 但为了不让数亿国人失望,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站在了跑道上 当刘翔出场的那一刻,针耳欲聋的掌声瞬间响撤尿潮 虽然关心的是刘翔能否在家门口创造历史 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伤痛带给刘翔的痛苦表情 更不会在意,这将是刘翔职业生涯最艰难的一场比赛 从来没见的,创造之前是这个表情 这一枪也可能是人生经历当中最艰难的一枪 因为如果真是到了决赛了,可能就不是最艰难的一枪 但是这是第一枪,而且他的腿到底是怎么样 可能是他比赛生涯当中最艰难的一枪 过过赛前,刘翔热身释放 足以看出他的伤势非常严重 紧跨了两个篮就痛苦地蹲在地上 用以疼止痛的方式使劲掰自己的右脚 随后满脸痛苦地望向观众席,静等巴林枪响 只见刘翔刚跑到第一个篮前 脚就疼得无法踩地,只能无奈地撕掉号码牌退出比赛 当现场广播传出刘翔退赛的消息后 整个鸟巢瞬间陷入歇斯底里呐喊 当以往过人满怀期待 准备再次见证刘翔荣耀世界之际 却等来了他退赛的消息 刘延飞宇瞬间蔓延变整个赛场 骗子,刘跑跑给国人丢脸 见不了前三就装病退赛,等各种恶语扑面而来 有人说那一瞬间就像是从鸟巢逃走了 没有,当时很多人,我之后才知道 当时可能很多人就是对我期望很高 对我期待也很大 然后希望我能够跑出好经济 大家都不想看到这一幕 我自己是更不希望看到这一幕 看着这些恶语,刘翔稀如刀割 直接把自己繁锁在房间 整整呆了12个小时后,才走进手术室 手术后的刘翔并未因此放弃 反而比之前更加拼命的训练 为了自己脚不激肉 甚至将双脚放在冷水中浸泡 远远时间来到2009年第11届全运会 过边赛场408天后的刘翔 终于迎来了术后的首战 然而在赛前他却虚心地表示 现在就算跑14秒我也要比赛 我也要去比赛 我觉得我现在站在跑道上 我就是最棒的 就算我跑最后一名也没关系 这很正常的 谁没有低谷,谁没有巅峰 这很正常的 毕竟这么多时间没比赛 大家千万不要对我抱有太多的幻想 从今意气风发的王者 既然会说出如此泄气的话 或许是被鳄语磨平了锋芒 抑或是不被期待才是最好的结果 刘翔商庭14个月 欢迎回到全运会的赛场 田径比赛男子110米篮的决战即将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是坐无虚席 让我们屏住呼吸 来关注这转瞬即失的13秒钟 出发了 快速攻击一个篮 刘翔上第一个非常快 光是领先 既为紧锤提供 刘翔开始来跌加速 走出他获得强大的能力 既为紧锤提供 很有机会 刘翔突破 13秒33 非常完美的王者飞来 13秒33 刘翔再次卷土重来夺得冠军 并成为全运会史上 首位110米篮三连冠网 此后又来到2012年 国际田连钻石联赛上海战 神奇的是 上海的天气在刘翔上场前 还下着狂风暴雨 但在刘翔上场后 却突然转好 仿佛天空都不愿意看见 家乡的飞人就此折异 雨停落 风静老的等待着这个 令人期待的13秒钟 比赛开始 刘翔的起动环境还是比较快 快速上第一个篮 刘翔处于领先 前三个男大家都在 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状态 李扎翔身本第二位 奥底红再往前赶 刘翔保持状态 最后出自 12秒97 12秒97 刘翔再次跑进13秒大关 并以创造赛会进入的成绩夺冠 曾经的那位王者又回来了 风静了 雨停了 刘翔回来了 在这失华的场地当中 12秒97 不可思议 真的是让我们身临其境 见证传奇 此后刘翔的证明之路并没停下 先是在同年钻石联赛 尤金战 以12秒87的精神战绩 打破自己巅峰时期的世界纪录 而后又在伦敦战的大雨中 以预赛第一闯进决赛 正当他准备一血前池 向国人证明自己时 却不料他再次选择退赛 原因是他的脚伤又复发了 想起四年前那痛心的一切 他不敢再次冒险 因为在前一段在上海训练的时候 他那个叫叉气 叉气实际上是什么问题 就是肋骨之间的肋肩肌 就是由于他用力握门以后 他这个地方有点问题 我当时反应很大 后来通过治疗基本上好了 但是今天这个预晒下来以后 又感觉到这个地方有点不舒服 因为我们来的主要目的 不是为了这个比赛 实际上是为了奥运会来练兵 所以说后来一定就第二枪就不跑了 当时光的列车进入 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期 刘翔为了一血前池 依旧强忍着疼痛在加强训练 因为他已顾及不了那么多了 哪怕断脚 不要断在心爱的跑道上 然而这一次 国人对他并未寄予厚望 好的观众朋友们 回到跑道当中 刘翔已经进场了 但是从刚才的一系列热身场 低热身 包括检构处通道当中的训练 我们也没有看到他完整的 加速跑和过篮的这个状态 只是看他慢慢的在进行 一种保持体温的活动 所以现在我们也要看看 刘翔在这一场比赛的状态怎么样 可能这个过程有些煎熬 尽管我们也不太相信 刘翔能够像以前那么样的完美 但是我们内心呢 还有潜在期盼的欲望 我相信大家可能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 只有枪响的一瞬间 事实才可能发生 set 比赛开始 刘翔其中向第一个来 折剑发令枪响后 刘翔便奋力冲到前面 可当他跨第一个篮的时候 还是摔倒了 看着身边的对手冲向终点时 他只能痛苦地坐在地上 用手摸自己的右脚跟剑橱 发现居然陷下去一块 随后便满脸不甘地跪在地上 向国人致歧 刘翔用一种我们可能预想到的最残酷的方式 结束了伦均的比赛 刘翔今天是拼命了 对 确实是拼了 当骑上后的刘翔单腿跳到运动员通道后 却停下了脚步 从小到大的努力 无法承受的压力 国家的至高荣誉 短短几秒钟快速回放 他明白这次转身将再也不会回来 所以又重新跳回跑道 现在刘翔用单腿向终点跳来 刘翔是一个战士 他今天可能是他在最后的一枪比赛当中 结果和过程有点惨烈 我们可能经济上有点接触不了 但这就是事实 这就是经济比例的参固性 刘翔像一个战士一样 在他可能明知道跑不到终点的时候 他飞了起来 这一飞 刘翔进了04年雅典的时候 他的一飞冲天29岁的老家 确实该歇歇 此时此刻真的不知道顺着什么 感谢刘翔这么多年带给我们的荣誉 一个黑头发 黄皮肤的中国人 成为了世界飞人 当他低下头亲吻最后一个篮架时 这一幕实属令人动容 这一刻泪水是最好的见证 他这种全力以赴的奥林匹克精神 也感动了熄热的对手 赶紧上前搀扶着刘翔坐在轮椅上 随着医护人员将刘翔推出场外 属于刘翔的统治王朝彻底谢幕 虽然结局不禁完美 有痛苦有遗憾 但并不是每次梦想都能成为现实 至少在他碰到困难挫折和对手时 他从未退缩过 逃避过 害怕过 始终尽其所能 去努力 去挑战 去拼搏 使他带着中国田径 向世界挥手之意 使他带领我们 窥盗过金字塔顶端 他永远是我们的骄傲 中国的骄傲 向非人刘翔致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